一分钟好成语 满腹经伦 典故说明 满腹经伦这句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才是丰富 具有处理大事的才能 如果推就他的原始意思 则其中的经伦原本是整理丝线的意思 引申而未规划至理的意思 例如礼记中庸说 为天下至诚未能经伦天下之大经意思是说 只有至诚的人才能把天下治理好 另外例如经伦既是一语的经伦也是一样的意思 至于满腹就是满肚子的意思 例如庄子逍遥游说 交辽潮于生灵不过一只 严属隐和不过满腹意思是说 交辽在森林筑巢所占的只不过一根树枝 眼鼠在河里喝水 再会喝也只不过是喝满肚子而已 后来因为肚子是人体的装填食物的最大空间 所以很容易利用满腹来表示充塞身体的意思 例如满腹文章满腹才学等 都是形容人很有学问 在例如满腹牢骚满腹心事等 用法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语词的结构都是满腹后加名词性词组 所以满腹经伦的经伦应该也是由规划 治理的动词性转化为名词性 是满腹经伦之才的意思 有人以为这句成语的点源出自于 一经屯卦象 像曰云雷屯 君子以经伦 孔子为解说 一经曾经写过 十亿 依旧是辅助说明的意思 像词是其中的一种 用来产结卦象所蕴含的人士道理 屯卦是由正下坎上组成 正卦在下像真雷 坎卦在上像真水 水在雷上未能成雨 所以有了屯南之象 但是雷升过后就会匀形雨湿了 这种现象有如许多事情刚开始 所遭遇到的困难情况一样 等到困难解决后 进展就会顺当了 所以孔子要君子从挂象中 去学的规划 治理事情的道理 像词中君子以经伦 就是君子借以习的经伦之理的意思 出现满腹经伦一语较早的文献 如颂红颜 文师川建一至张周作建 除自诗十二运亚之诗 满腹怀经伦 笔贤 兼韩漏语正是在说这位 师川建一代辅满腹经伦 文章韩语录了 韩语录就是会照顾百姓的意思 满腹经伦就是才是丰富 才能高超了 今天学会满腹经伦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